上场 真漂亮啊这个 谢谢 这个就是我们当地的宝石光 就是金丝玉是吗 对 金丝玉 2006年的时候 前侠之余就跟我的小伙伴 去魔鬼城的后山里面捡石头 把我捡到这些小石头 全放在这个玻璃瓶子里面 2008年的时候 我跟我的母亲去了一趟意大利 因为我有一个亲戚在那边 当时就想的是 把这个玻璃瓶子里面的石头 送给我的这个亲戚了 去年的年底 过年的时候 我的这位亲戚又回来了 他带给我和我母亲一份礼物 就是他 对 这是我送给他 那个罐子里面的 其中的一个石头 是他请的意大利 就是当地的一个设计师 也是他的一个朋友 专门定做的这一枚戒指 我感觉这底座 都比这玉石还值钱 我就把它称作 魔鬼城公主的眼泪 我也是希望 八字解读人生 风水改变命运 大家好 居士 从业风水 二十六年 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 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针对 八字测算 风水布局 命力分析 事业财运 首相面相 感情婚姻 有独到专严见解 如果你的财运不佳 情感不顺 诸事烦心 原主可添加 本局是微信 266 82135 一一帮你调节化解 记住微信 266 82135 因为我们都知道 玉石是一般是不会发光的 但是我们后来发现 如果玉石它的结构特别细腻 它也可以有一些光 比如说我们的翡翠 我们有些玻璃 一种起营的 是吧 但是我们现在的我们沃尔河 戈壁滩上 这种石英质的玉石 它也可以有一种这种暗暗的 我们当地叫宝石光的 对 就说明这种石英质玉石 它的这种颗粒 也是非常的细腻 因为它的颜色也是 它那种金黄 裹成这样的一个淡面 然后非常的饱满 而且你这件呢 有36颗钻石 而且这个钻石呢 它是我们叫Rose Cut 就是玫瑰切割的钻石 是比较传统的 钻石的切割方法 因为它的是非常典型的 这种织纹雕金的工艺 它融合了这个 包括意大利 这个装饰主义的风格 包括它这个建筑的风格 在里面 是一种中国的传统玉石 和一种西方传统工艺的 一种完美的结合 所以谢谢非常漂亮的作品 谢谢 这个是咱们乌尔河的金丝玉 意大利的金工作 谢谢你让我们眼前为之一亮